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咱们的UFC游戏立场超精彩的退局啊 那么这场比赛由我们的张伟丽师傅张师傅对阵来自美国的这个拜登一级保镖绿浩克啊 那么这场比赛的话我们也是可以看到啊张师傅也是第五次啊迎战这个拜登的这个保镖了 可以说是拜登的这个保镖团都打了一个遍也是只输过一次啊 那这次的话能不能再次拿下胜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 今天张师傅的话也肯定是有备而来 那么今天他将迎战来自美国的拜登一级保镖绿浩克啊 我们来看一下双方选手的数据绿浩克45岁6.6英尺265磅啊 这个的话其实能看出来这个绿浩克的身材还是非常的强壮的 以及体重啊都是远远超过这个张师傅的 但是这个综合格斗啊我们并不能只看身材 当然身材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啊 但是搏击技巧还有这个身体的一些运用性灵动性 更加决定了这场比赛的一个走势啊 那么我们的张师傅在这边热身准备开始接下来的比赛啊 这边的话这个绿浩克也是准备续久了 可以看到他这个身材非常的壮硕啊浑身发绿啊 这也是为什么他被称为绿浩克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我们的比赛也是准备开始 我们主持人大汗 East Time 是时候准备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这也是一场冠军争作战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边来自美国的北的一级保镖 六年六人尺 二百六十五包啊 来自美国的这个洛杉矶 这个发型的话也是比较的这个复古啊 扎了一个辫子 很复古的一个发型 但是能看出来他这个身体也是很强壮 而这边则是我们的这个张师傅啊 张维迪的师傅 来自我们的中国香港啊 五年青是一百三十八 大家可以看到后面有个小姐姐啊 举着一的牌子代表着第一回合准备开始 我们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也是即将打小 那么这边的话双方选手啊 介绍的差不多了 我们的裁判把两位选手交到舞台中央 进行一个规则的介绍 双方碰拳比赛准备开始 这边呢 我们的师傅也是摆出一个很帅气的姿势啊 对手的话也是仰天长笑 Fight比赛正式开打 这边师傅上来是躲过一招 非常稳定 这边防住一拳 一个直冲拳 左踢 既然防守住一脚啊 一个重砸拳 对手是稳稳吃下这一拳 哎呦 这边吃了87点啊 师傅的话是往后撤的一下 后撤一步 寻找新的进攻机会 一个重砸拳 重重砸在这个绿浩克的脸上 再来一个正面之灯 也是拿到脸上啊 这两招的话是散伤力极大 师傅再次一个左踢腿 走过两招 哎呦 这边一个漂亮的组合机啊 所有的攻击全部躲掉 然后利用自己的身位 连续打出五圈 非常漂亮 这边接住一腿之后 再次进行了一个攻击 这边一个左边腿 对手的话也是及时的反击 师傅躲过一招 一个直冲拳 再加一个回走击 漂亮 这波打的是太精彩了 这个就是高手之间的博弈 这边连续躲个三发直冲拳 对手的话 这个横扫踢 师傅没有关系 不急不忙 一个右边腿再躲一招 一个直冲拳 对手躲过啊 这个绿浩克的话 身形也是比较敏感啊 一个直踢 把对手踢倒 可以看到对手这个身上 已经是受了重伤了 师傅的这个攻击 实在是太过于准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双方选手这个身上的痕迹啊 其实能看出来 师傅这边受的伤是比较轻的 而对手 已经是被师傅打的重伤 这边还是在坚强的抵抗 师傅需要寻找一个机会啊 一招致敌 防守两腿 两腿踢出来 师傅还可以啊 都是用左胳膊防了一下 哎呦 这边吃了一个圣鼓拳 右小腿 踢了一下小腿 一个吸点啊 点了回去 师傅再次拉开距离 需要新的进入机会 再次想攻下盘 但这个六号客的下盘 还是稳一些的 哎呦 一个直踢 被提晕了 两发冲拳打倒 漂亮 漂亮啊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呢 比赛哨声吹响 应该是这个 由我们的这个 张师傅啊 拿下了本场比赛胜利 我们来看一下整场比赛的一个回放 可以看到这个整场 哎呦 应该是我们要依靠这个积分制 来决定胜负了啊 因为回合的这个时间用完了 这边师傅也是打出重重一拳啊 这边的话是第四位 哎呦 一个正登踢 右扫腿是踢到师傅的这个左头 这一脚很伤啊 那么整场看下来 应该是我们师傅的这个积分领先啊 我们来看一下最后 由我们这个裁判来裁决最后的一个胜者啊 我们的裁判会给出怎样的判决呢 我们来看一下 最终的胜者 这场打满 哎 漂亮 由我们师傅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也是 恭喜张师傅 成功守卫着中国功夫的荣耀 那么各位观众朋友们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再见